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大家好 我是郭靖淳 我們今天要請到的是 也像我們這個兩個人的行照 就是好朋友 患難見真情 是 我倒是對於這個組合 覺得很好奇 因為他們應該算 不同世代的兩位 但是居然能夠結為好朋友 而且很麻糬耶 很特別喔 真的 演藝圈也是有真情的 不然呢 我們兩個是虛假的 人家都以為沒有 對 人家到現在很多的歐巴桑 都覺得我跟妳是很不好 感情很不好 我們其實真的不好 只是為了錢 真的 天看多虛假 為了錢做了這麼多年在這裡 真的 來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陸小菲 小菲姐 誰是她的好朋友 想不到 來 歡迎宋一鳴 來 大家好 小菲姐 小菲姐 開玩笑 人家這不管是輩分 她的鋒芒 我們都不能相離別人 我們只能在旁邊提鞋 可是你真的很像提鞋的啊 真的 對啊 我以前就是在提鞋 幫她提鞋 真的喔 沒有 來到戲裡面啦 待會兒來聊一下 好 都會聊一下 他們倆說還差一點 擦出戶外型 沒有 真的喔 真的 我們根本就是有感情 蘋果都拍爆了 她是耶 我怎麼兩個人這樣 都被我吸到啊 糟糕啦 要洗澡 來 接下來歡迎命儀老師 首先歡迎韋雯老師 來 接下來歡迎黃優甫老師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歡迎陳冠宇老師 大家好 來...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 小菲姐出新書 謝謝... 質感超好的 來 看起來是什麼書 來 送給兩位主人 謝謝 能變 能量的改變 小菲姐這是身心靈整合的一本書 請坐 請坐 是 現身說法 阿蘇廢陀養生 這是吃的還是我的 還是要做的 通通都涵蓋在裡面 就是一個人的生活的方式 飲食的概念 然後可以讓自己 就變得很年輕 我有疾病 那像可以像你這麼帥 又可以像鏡子這麼美麗 沒用 好漂亮 謝謝 謝謝小菲姐 謝謝小菲姐 小菲姐 這本書 好像一個寫真集 質感超高 對 光看到一些畫面 就覺得很舒服 對 因為在能量上來講 以大自然的空風水火圖 來表達的 所以花了很多的拍攝 攝影師的精神花了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真的是大自然的那個能量 植物的表現 還有那個就是水果 就是食物 所以小菲姐這本書 跟瑜伽書不一樣嗎 不一樣 不太一樣 它其實是一種生命的態度 生活的態度就可以養生 可是小菲姐裡面 有一些畫面 我還是覺得滿特別的 按摩這邊 按摩這邊 有嗎 我會特別把那個留下來 留作紀念 有按摩這邊 有按摩這邊按摩這邊嗎 是封底的這張照片 就讓你回味再三了吧 不開玩笑 你看看 毅力不揚 風風相沿到天邊 有沒有 後面有沒有 你是讓你一起的奶媽是不是 沒有... 有 就那個你看 那是不是 我沒有騙你吧 有沒有 我真的有看 小菲姐你看 我只是看那個部分而已 這張啦 那是一個 就是對自己的胸部心肺的按摩 促進那個淋巴 讓它那個暢通 不要有淋巴結 小菲姐妳給我們示範這一招好不好 怎樣暢通不要有淋巴結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很多人 就是呼吸都是在那個上胸腔 所以呼吸很淺短 所以很容易引起那個 衝突人人之間 還有就是那個 呼吸太淺的時候 你會有鬱悶 最那個就是會憂鬱成疾 就是心肺的問題會出問題 或者女人 就是比較容易引起胸部的疾病 那你做一個就是說 簡單的在浴室裡面 做一個胸部的乳根的周圍的 一個觸動刺激 乳根是哪裡 乳根就是胸部的周圍的形狀 沒關係 我可以當你示範了 你可以按我的沒關係 你按我的嘛 我乳根的哪 我有乳啊 我有 我B罩杯 你看 有啦 一鳴有喔 有啊 我有 一鳴有B罩杯 有...有一點胸肌 而且他已經貼了胸貼 你在這一朵花這邊 做一個示範嘛 真的 就是這個 小芬姐 這個胸部嘛 就根據胸部的形狀 這乳根 是 一鳴去看健庚耶 你不要笑出來 你一笑B罩杯就不見了 我現在想像小芬姐在幫 我們乳根的示範 過來啦 好了 這很煩喔 像胸部的周圍女性嘛 那這乳根 如果你沒有去觸動它那個 乳腺的那個 可以 會酸酸的是不是 對 你就刺激它 那比如說你用手四隻指頭 往左邊的胸部 深層的去觸動它 然後幫助乳根 就是有循環好一點的話 然後就... 心情會開朗的 就是等於就是話慾 話慾 因為女人比較容易鬱悶 情感的問題啦 子女的問題啦 工作的問題 女人比較沒有安全感 可是這不是要能話慾 應該是另一半來幫忙按吧 假如可以的話 你說他另一半就是人體拔罐 放學 沒有 我嘴巴沒那麼燙 沒辦法拔罐 她還是用手的按摩 其實兩個人 那如果說老公願意有沒有 當然啦 因為以西醫來講 如果說雙性之間 如果說很有讓老公或老婆 有幸福感 那賀爾蒙美衣系統 那個內肺率都會提升 那真的是對身體很有幫助 不僅是漂亮 而且會讓他真的 預防很多疾病的發生 其實夫妻感情好 心情好 擺病都不會生 真的是假的 我常常跟我的客人講就是說 我教你手法 你回去幫你老公弄 然後呢 老公也會多做少說 那對老公 對男性也是在乳根嗎 還是有 沒有 男性的話 通常比如說 他因為都 男性的模特兒也準備好了 對不對 工作的壓力很大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根腸 肩部 然後腰 就是讓他抖放他的整個肌肉 讓他放鬆 讓他肩頸 肩頸不要那麼硬那麼厚 產生那個頭部 腦壓 就會有那個氧氣 手法 我們示範一下手法 手法 手法其實就是 其實手有溫度 其實你不用太專業的手法 其實就是在那個油跟殘米 就是說你幾個重要的 比如像那個風磁穴 風磁穴 然後你可以用 比較技巧性的這兩條的 那個旁觀精 或那個肝膽精 重壓 重壓的話 讓它這整個抒放 讓它那個循環 是 好一點 然後 背部的肌肉 就是不要那麼僵硬 因為背部僵硬的話 就造成很多的那個心血管疾病 比較容易腦幹中風 或者是高血壓 真的 他快中風了嗎 你這樣按 他應該沒有 因為感覺到他 那個韋琳好像照顧得不錯 他進度還滿... 有嗎 韋琳也會嗎 會... 他會幫你按多久 我還是希望別人按 但是他是會幫我 他會幫我按 因為我覺得兩性之間 那我隨便按按 然後就睡著了 小燕姐 所以你這本書 不是自摸是互摸就對了 是不是 因為是和諧 比如說 因為 阿蘇菲德養生是講 身心靈平衡 那平衡我覺得兩性之間 是個非常好的就是互動 就會產生和諧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可以 跟另一半常常講說 今晚咱們來招財 招財 對 我們和諧和諧 我們來開心一下 而且我覺得兩性之間 是多做 你每天可以變化 今晚來招財 明天晚上要開運 是啊 後天又要什麼 避解 這就是我們養生的態度 對 好 在這個能變的心術當中 我們都可以再更深入的去了解 小燕姐 謝謝 推薦給大家 來… 我們先從星座的角度 維安老師來告訴我們 在年底前哪些星座的人 你急需要改變 就能夠有好運 對 所以呢 因為快要年底了 很多人可能就會很匆忙的忙碌 然後就過了年 然後什麼都不知道 或是在年底前 都在拚命加班 趕業績 那其實有三個星座 在過年前呢 以及年底前呢 特別的加油某一個部分 會大大的轉運 例如像獅子跟上身獅子呢 因為明年呢 桃花整個大轉運 所以從現在開始 請謹慎改變你擇偶的標準 比如說你以前只要帥 現在麻煩也看一下 他的經濟的狀況 你以前只要 比如說可愛 或者是幽默 風趣 那你現在可能要找沉穩踏實的 所以你改變你自己的那種 戀愛方面的能量呢 可以讓你在過年以後呢 就可以找到好的對象囉 那至於處女或上身處女呢 其實呢 在過完年之後 你會覺得壓力更多 會比今年還要來得沉重 所以現在就要開始調適心態 吃苦當吃補啦 然後個性要稍微沉淺一下 提醒說自己沒關係去進修啊等等 所以要改變是做事的態度 不然的話 衝突會越來越多 那至於 嘻哈 那順 unlimited 美金 MING